双十国庆后解放军围台军演 国防部长顾立雄 首次出来面对媒体 受访是依旧谴责北京反应过度 随着围台军演间隔越来越短 让外界担心下次军演又是什么时候 而这样频繁军演是否会造成国军内耗 一向料理宠宽 面对这个样子的一个军力消耗 我们也有应对的方式 主要就是说我们会尽量 应用我们联合情节的手段 来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动向 台湾还没从解放军军演的紧张心态 缓解过来 金门居民就在15号晚间7点15分左右 有不少民众拍到疑似6万年一遇的 紫金山阿特拉斯会星 不过台北听闻台却表示这不是会星 听闻台也分享了直播影片 网友当起侦探 对比中国火箭发生时间认为是长征6号火箭 根据专业分析以当地目击者的一个描述 今天门民众拍到的极有可能是长征6号火箭 点燃瞬间一飞冲天 长征6号火箭为中方研发 全长大约29.9公尺 属于小型运载火箭 在2015年9月只有20颗微小卫星 借由这支火箭成功送入太空 火箭是属于中国的商业运载火箭系列 它主要运用在发射小型卫星之滴轨道 并不属于传统的一个军事攻击性器 发射呢 其实更多的是跟这个太空计划的一个节奏相关 国防部证实的确有火箭发射 不过没有进入我国防空识别区 已经绵密掌握状况 只是就怕解放军又有什么新动作 不敢大意 欢迎新闻陈霞音 庄品达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还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感谢观看